哈啰,大家好,來鏘一聲 我是張老師,我們今天的主題講講屬猴的 你在農曆4月份的運勢 那農曆4月份在陽曆上是5月8號跟6月5號 一樣那一句話跟各位分享一下 不要太迷信,不要太怪力亂神 等一下講的,請供各位參考 不要太乖,不要把它當金科玉立 因為老師做的模型當中,你不要去迷信 但是有時候,你又不得不信 這個時候怎麼辦,只要你不花錢 不要去做志工,不要去發毒 是我所謂志工,是被人家強迫去當志工的 如果你是學校的那個愛心媽媽導護很好 你在醫院當志工相當好 那都是幫助很多眾生姐姐困難很好 如果你當護理師也很好 護理長更好,都可以 我所謂就是不要發毒事 我如果沒來這裡做志工會,家破人亡 什麼妻禮止善 什麼五雷吉頂,死儀非命 那個你就要聽聽就好啦 哪有這樣子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那我們講的這些話,你各位聽聽看 如果你有選擇的機會,儘量在六雞日嘛 那如果不能選呢,就到六雞日沒辦法 但是你在六雞日,要從事一個重大決定的時候 還是要心裡有個備案,Plan B 那如果在六雞日,就Plan B的計畫 就不用規劃的太詳細 因為這個社會變數太高了啦 你也不曉得股票明天會漲會跌 那漲跟跌到底幾個Percent 你也不知道 來,先講一下,你農曆事業份走的是七煞 這個七煞開中民族跟你講,講什麼 灰的黑的 那這個灰的還有分 灰的有一種靠近白 有一種靠近黑 有一種站在中間 所以理論上來講 中正九品質啊 白有一個很白,普通白 跟有一種四白灰白 上三等 灰的一樣啊 很灰的 中間灰的 偏黑的灰的 還有分 黑的就很黑了 我就不再說了 那理論上來講 你農曆事業份走的是七煞 今年一整天走的是偏硬啊 所以你農曆事業份 是有一個發達的機會 你看,這顆七煞心 不安定 不是我也想跟你講嗎 黑跟灰的你會賺到爆 當然灰色的是靠近 黑色這一個區塊 賺的會最多 比如說代客洗衣服 對不對 你不用找他 他會找你 因為他衣服髒啦 他願意付你 付你一點錢 你把他衣服洗乾淨 所以這個叫怎麼樣 這個叫做以代幣 你坐在那裡 等新台幣 等比特幣 等太達幣 坐以代幣 古代的文章啊 要現在叫金結 你不要一成不變 因為時代不一樣啊 我跟你講 這個語言啊 三十年就會變動 不穩定 以前什麼叫 什麼叫太太 牽手 所以台灣話以前說 這個是我的牽手 我牽手 那以前什麼叫先生 丈夫 一丈之內是你夫 一丈之外就不是你的夫 所以他叫丈夫 日本話叫丈夫 就是結實的意思 所以理論上來講的話 你要注意看喔 齁 牽手 現在有的人已經開放到你怎樣 他不一定是你的牽手 所以要故意講啦齁 那你這個七煞偏移在一起 微軟透露一個格局 不爭一死 爭千秋 不爭氣強 爭什麼氣長 對岸有一個毛澤東先生 他的格局就是這樣 可以的話給你打 如果打輸你 跑給你追 所以他這個格局 有一點偏硬加七煞 我不是說毛先生的格局 不是 是他這個格局就很像 能吃就吃你 不能吃跑給你追 25000公里長針 相當厲害 相當厲害的人 來 你在農曆事業份的舒適程度 51% 51%是什麼樣的概念 兩天就一天啊 所以你也不要擔心六級 六兄 蒙著眼睛隨便射都很好 兩天就一天 六級還是講一講 來 5月份來 5月8號 13號 16號 25號 31號 6月份有一天 3號 那你的六兄是這樣子啦 5月份來 全部在5月份 11號 14號 18號 23號 29號 跟30號 還是那一件事啦 12生肖 即凶日子不會一樣 所以你的血 極有可能是別人的麵包 你的麵包 可能來自別人的血 所以你要有這種很清楚的概念 比如說這個房子 很多人住了賺錢 你去住不一定會賺錢耶 這個房子是凶宅好了 俗稱凶宅不好的房子 很多人都住到泄氣不吉 然後看 你去住不一定會泄氣不吉喔 因為每個人的八字結構不一樣 所以我常講 風水是活的 因人而異 英文不是有一句話嗎 to east is west 東東 東到盡頭就是西嘛 不是跟你講嗎 所以原則上各位要注意這個點 所以在講六吉六兄 各位不要太鐵齒 各位安天命 尤其你在跑業務行的 那因為七煞就開中名義跟你講 灰的 灰的 坐以代幣型的 新台幣 人民幣 比特幣 泰達幣 加密貨幣 你坐在那裡 代客洗衣服 你在農曆 事業份會相當好 為什麼 這叫做請金入望 你就坐在那裡 不動 不動怎樣 不動如鐘 然後那個姿眼就會 綿眼不解來找你 好來抽抽籤 猴男 來 現在屬歐的男生 要知道農曆事業份的運勢 來 現在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有借不還 你再借就難 來 這一支 這支什麼東西 二十八 大過 各位注意看 這個折風大過 屬猴的男生 注意看這裡 七煞 你在灰的地方靠近 黑 這個區塊 不用怕 這個叫屋頂 這個叫地下室 折風大過 是在跟你講 你們家那個屋頂 那個梁有一點彎的 那彎的 為什麼你不用怕 因為它裡面還有四根 相當堅硬的木頭 敗序其外 金玉其中 我們中文是 金玉其外 敗序其中 須有其表 雞雞 這支話跟你講 不用怕 好像敗序在外面 哎呀 它是一個敗家子 但是他們有看到 他們家的福德綿延不會垮 這才跟你講 外面不好 最下面不好 中間還有紮實 所以這支話嚴格來講的話 大概66%成功機會 已經講的是概括力 probability 來 如果你是屋頂的男生 你在農曆事業上 灰色跟黑色的 因為這走七煞 你又不是走那個光明正大 正觀的 所以他違反在跟你講 富貴顯衝求 你可以稍微 show hand all in 因為你是屬猴 你剛好今天走的是偏硬 你本來就比別人聰明 那七煞在跟你講 可以一搏 亂幫可以屈 微幫可以入 如果你現在是在土耳其 中東 還是在東歐 南歐 100分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 這個已經講得很白 有時候是這樣子 不要跟這個景氣對幹 外面下雨 你一定要衝出去 我有什麼辦法 那現在這個格局 再跟你講 折風大過 大過看起來不好啊 三個大過就要畢業了 但是跟你講 拜序在外面 金跟玉在裡面 所以風聲鶴唳 應該是草木皆兵 不是 風聲鶴唳之後 風吹草低 見牛羊 有吃死喔 這一次掛在跟你講 胸中帶急 易經就這麼可愛 很多人都不會讀 這個急就急 胸就胸 我聽你在講 為什麼 這個叫陰陽之術 急胸之變 如果易經就這樣解釋 那易經有什麼好學 每個書都寫一樣 他在跟你講 胸跟急 是急中帶急 急中帶胸 那是胸 是胸中帶急 還是胸中帶胸 還是胸中帶平 還要分耶各位啊 注意這個齁 好來 現在講講女生 唉呀 這個猴女 想要知道農曆事業分的意思 來 來 一樣齁 有戒有煩 再戒不難 如果你有戒不煩 你再戒就難 來 來 來 唉呀這一隻 唉呀 這一隻掛 雷 火 風 這隻掛 開中 民意在跟你講 女生 灰的 你不要動 這個雷火風 在跟你講什麼 外面會有住員幫你賺錢 醫次元空間的 好啦 有的人醫次元空間不懂 八大的 會館的 別館的 交移廳的 俱樂部的 一百分 你聽好喔 屬猴的女生 你在農曆事業分 不用太擔心 齁 平常怎麼操作 就怎麼操作 因為外面有住員 你就像冬天的一把火 那外面很多的木材 那外面很多的木材 就會不斷的天進去 天柴火 有沒有 在跟你講 好 齁 這個一定旺 一定會旺 所以農曆 農曆 農曆本身 事業分 走的又是火運 所以 猴女 你有天時 地利 還有人和 所以 農曆事業分 有機會買房子 買車子 買包包也不錯 包包有的三四十萬台幣也 也很貴 有機會不要放棄 買車 買房 買包包 這次掛象相當好 相當好 雷佛風 名字是豐富的風 再過來 你走的是火象 他這個木又會生你 所以一般來講 這樣講好了 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 那因為這個月份 整個八字結構來講 屬猴的 你走的是七煞 七煞就是跟你講不安定 這個不安定還是那句話 不是三餐不去寄人一下 風雨飄咬居無定所 不是 而是跟你講 亂幫可以居 微幫可以入 不是一般傳統的產業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 坐以代幣講N次 我就不講了 這次掛相當好 相當好 女生 財運的話 不用擔心 感情的不用擔心 很好 比男生還好 男生還是 外面不好 裡面很好 你這個是外面裡面都很好 坐以代幣 等待新台幣 人民幣 比特幣 加密貨幣 還有太大幣 坐以太幣不是不好 坐在那裡 然後 Money 一直湧進來 我也想要 有坐以代幣的格級 可是我們 福德不足 任命一點 好 我們今天要講到這裡 一樣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分享 加入訂閱 開啟小叮噹 新的視頻上就會通知各位 最後還是提醒各位 但之行好事 莫要問虔誠 三件事切記 孝順父母 多做善事 不要殺生 不要殺生 一定要注意 一個人沒有命了 一個生物沒有命 什麼都空談 那個都是空談 神明是最高的 最尊貴的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祝各位平安喜樂 祝各位 幸福 美滿 OK 拜拜